那麼接下來我們就來關心財經了 這是美國幣險基金 上禮拜曝出了爆倉事件之後呢 指標銀行都受到波及了 摩根納通就警告了 全球的銀行可能都會面臨 100億美元的交易損失 一起來看看 ARK EGOS 他專門投資哪些高槓桿呢 那有些部分啊 大家正在清楚清查他的名單 那目前為止 光是連帶受到 可能會受到損失的 目前包括像是亞洲部分 那個包括這個野村證券 據說是他非常大的一個券商客戶 那還有是誰呢 也就是瑞銀瑞信 瑞信的部分據說損失很大 所以在前一天 他們已經分別 分別跌了14%左右 很大的幅度 跌了14% 跌了11% 好那今天早上收盤稍微暫緩 因為有的人提到 這個銀行的損失 可能沒有大家想的那麼大 目前捅的樓子也許沒那麼大 這話是一回事 可是目前為止 這個Archegos 這個比爾 這個比爾先生 本身弄不出錢 他再怎麼去喬都來不及 自己本身遭受損失就非常大 那目前有的人講 可能是200億美元 這個數量非常非常大 一家公司可以搞到這麼大 所以他接下來 那個底下還沒有拆穿出來的 這個樓子桶多大 現在銀行界也是很多人挫了一旦 什麼高盛啦 有一些華爾街 這知名的大戶 到底情況是如何 現在大家都豎雞耳朵 那這個家裡的帳戶不斷在清查 所以我覺得 這些部分高科技類股 很多人都很擔心 這究竟你本身 那個 注資給你的金融業界 你的那些金主 貸款給你的金主 情況到底如何 會不會因為他去做賬調節 因為加上FED前段時間 大家還記得嗎 這位我跟大家報告過 那SLR 也就是你在疫情的那個階段 FED給你通融的 讓你可以不必 那麼急著 這個還錢 那個債務的部分 給你一些比較 鬆弛寬的空間 現在不行 這銀行的預放比 不能給你超過3% 在這個情況之下 銀行已經外部有緊縮 內部你現在如果有碰到這種斷頭 繳不出錢 你看到他的倉你還無法處理 這個部分 到底會造成金融類股 什麼樣的效應 會不會進一步衍生到台股